沙巴西海岸昨天下午开始豪雨不断 导致多个地方泛滥重灾 滨南邦和毕达丹两县区的灾情尤其严重 截至傍晚七点 还有301人滞留在临时疏散中心 州政府宣布为滨南邦每一户受灾家庭 提供1000令吉的援助金 令人难过的是 一名妇女深入灾区派送食物后 惨遭洪水冲走 成为这波洪灾的第一名罹难者 沙巴亚币昨天惨遭雨神洗劫 滨南邦县多地房屋和轿车浸泡水中 沙巴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 昨天紧急启动了临时疏散中心 避难人数也节节攀升 从昨晚的78人 倍增到了今天中午的162人 多达60户家庭有家归不得 毕达丹同一时间也有36人 在当地的疏散中心避难 沙巴州首长哈之之诺 今早连同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 拿督伊温贝尼迪 巡视滨南邦临时疏散中心 同时宣布 未幸区内每户受灾家庭 分阶段提供1000令吉的援助金 水沟堵塞 加剧灾情 哈之之下令地方政府和相关单位对证下药 定期疏散中滨南邦在内多个县区的排水系统 最大限度解决洪灾 同时敦促工程局 水利灌溉局等单位 严正以待 随时应对日后的灾情 突如其来的洪灾导致不少家庭坐困水城 当地一名善心妇女 昨天和丈夫深入灾区派送食物后 因为水位高涨 车子无法前行 被迫涉水回家 期间妇女不慎滑倒 遭急流冲走 丈夫试图营救不果 今早就接获妻子罹难的噩耗 警方披露 这起意外今天凌晨1点40分发生 搜救大队今早8点 在案发地点的500米之外 巡获37岁死者听修框的遗体 并移送亚币伊丽莎白女王医院解剖 其他灾民在艺术洪水威力时 纷纷心有余悸 强调一切来得太快 除了命 其他什么都救不了 沙巴教育局则以灾情严峻为由 宣布四个县区的十所学校暂时关闭 涉及濒南邦 巴巴 石碧丹和抖亚兰的 5077名学生和307名教师 但是濒南邦就有4000多名学子无法上学